大家好 我是國會調查兵團的志工 我們叫 Joey 這個是我們的網站 他現在其實也已經上線了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點上去看一下 這個專案其實在之前已經有進行 然後上次紀律名的時候 其實也有來做提案 這次我們主要 我們這網站希望做的是 就是大家可以來這邊回報立委的資料 然後累積資料庫以後 我們需要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做參考 那我這次要講的主要是 我們目前已經做了開放公讀某數據的API 那這個網址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過這兩個月 兩個月前 我們也有來這邊提案 那過兩個月後我們增加了什麼 左上角 主要是左上角的那一塊 就是我們增加了立委的戰利分析 然後政治獻金 投票紀錄跟法律修正版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把很多的相關信息全部加進來 因為我們之前去擺它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說 可能在座大家都有知道說有光路蒙 然後知道有立委哪個優敵 可是事實上其實很多的一般人 他是連這個都完全不知道有的 他不是不看 他是連知道都不知道 那我們想說如果今天有人願意來看這個網站的話 他也許就可以透過這個網站先知道說 原來還有這些資訊 所以我們就把很多的相關連結 然後跟立委就是有關的監督 然後全部都是都把它放上去 對 那所以這些都是去增加的 那在戰利分析 然後政治現金這些資料 基本上就是 戰利分析的部分 是直接跟公眾網去拿到相關的數據資料 那政治現金到法律修正案這個部分 就是說是直接從那個立委同調指南 跟國會大內置的API來接資料的 那外部的相關連結就是去搜尋 然後去找來的 對 那實際上我們的工程師就是 他在接那個立委同調指南API的時候 其實有發現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其實一開始來接的時候 不是很順 那這些狀況也是很很感謝 就是建立這邊工程師的LI跟 就你有幫忙解決 所以後來我們就很順利把它接起來了 那我們這一次的話 我這邊大概秀一下 我們接的這幾個頁面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戰利分析就是像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那時候跟公眾網要的資料 他都是很數據的 那我當初拿到錶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的感覺是說 對很豐富 可是我不會想看 因為都是數字 就是錶格的數字 那我想如果我有這樣感覺 應該大部分的民眾都這樣感覺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接的時候 就很希望說 可以把它先量的做圖表畫 那當然我這邊做圖表畫 可能還不是這麼的理想 但是我們就是試著這樣做 對那我們這次開放API的目的 也是希望說 如果今天大家對圖表畫的部分 有更多的想法 那就可以直接把這API繼續用 你可以把它改造成更棒的圖表 對那我們之前接的那個 政治先進的部分 我們的呈現方式就是這樣講 我們都用長條圖 因為我只會切長條圖 不好意思我切圓餅圖 對然後投票紀錄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界面上面是做相當的修正 然後像有人看的時候就說 哇好像國民黨贊成的 就都會通過 反對都不會通過 就會變得很明顯這樣 好那就是歡迎大家來接API 謝謝